哈喽 线上的弟兄姐妹 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10月份的福音主日 这个福音主日我们是排在10月份的第一个周末 在这个廉价里面我相信大家一定很开心 有跟家人相聚啊 或者有一些安排啊 有一些活动啊 那今天呢 牧师要特别跟各位分享 10月份我们这个主题 10月份呢我们要谈一个系列 叫做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 这就是我们常听到 不要让贫穷限制你的想象 但是我们有一个但书 在这个主题的系列里面有一个惊叹号 有一个问号 究竟贫穷会限制我们的想象吗 它到底是肯定的还是一个疑问的 所以在整个10月份 我们要来谈论一些议题 关于贫穷 关于金钱 关于财务 关于甚至欲望 关于消费 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吗 惊叹号还要是问号呢 那今天我们10月份的第一讲 牧师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你到底有多穷 You are so poor 真的吗 惊叹号还是问号呢 你到底有多穷 牧师就这个开宗明义 我们直接来谈谈这个议题 你到底有多穷 我今天其实有两个深润 要来跟大家来谈 你一点都不穷 身为主的儿女 你一点都不穷 你可能觉得 牧师你要谈什么属天富足 要说我们再是贫穷 但是在基督耶稣里一切都富足 所以我们不穷 一定用这一套 这个套路 今天就不是这个套路 我就要告诉你 根据联合国的定义 你一点都不穷 但是你真的不穷吗 今天牧师 第二个深润是 你彻彻底底的给我穷 把裤子都脱下来了 穷到脱裤子的一个境界了 你要说对啊 牧师深得我薪 我就是那个22K 我也不要从台湾 中华民国主记处的 这个统计数字来说 你有多穷 我要告诉你 你在基督耶稣里 你就是贫穷的 穷到一个脱裤子的神的儿女 凤卓民你要悔改 好 我们来看看 究竟我们如何的穷 或者又如何的不穷 你不穷 我们来看这个PPT 我们只是相对的贫穷 而非绝对的贫穷 其间身在台湾的每一个人 我们都不穷 我们都只是相对的贫穷 relative poverty 而不是absolute poverty 不是一个绝对的贫穷 2015年联合国有这样的一个定义 所谓的绝对的贫穷的这个门槛 是生活费低于每天1.9美元 生活费低于每天1.9美元 如果你每天生活的花费 every day 你的三餐 你的交通 你的whatever的花费 低于1.9的话 我不知道在台湾中华民国 我们这块土地上有没有这样的人 就算有 我觉得比例应该相当相当相当的稀少吧 而且在中国华民国 在我们台湾的一些设服的机制 跟这个制度跟系统里面 我觉得都有一些相对的一些帮助跟辅助 所以我觉得在台湾应该没有这种 绝对贫穷的这个族群 1.9美元是什么概念 其实你早上去一个美而美 去一个拉雅 去一个卖味灯 你叫个汉堡 吃个蛋饼 喝杯奶茶 都远远超过1.9美元 亲爱的 你的早餐 在台湾没有人是处在一个真正的贫穷里面 所以当我们今天谈这个 你真的贫穷吗 这个议题的时候 第一个深润 牧师要跟你说 你真的不穷 对你的心说 我是一个有钱人 你知道那个成功学致富讲座 大家一起说 我们是有钱人 我听过教会这样子教导 他这个PPT打出了一个金块 我看到我们的那个音控刷了一下 不好讲那是哪一个教会 在一个很 在那个 算了 不要讲 所以那个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不穷 我们不穷 你是一个有钱人 我是一个有钱人 你听到牧师在讲到这里 你一定很不以为难 联合国关我屁事啊 你那些南美洲 非洲 还是什么州 的那些贫穷国家的 贫穷人民的贫穷生活水平 关我什么事啊 就是觉得很穷啊 对不对 特别爱恩教会牧养的族群 奉族的名祝福你 你要在族里付足 身心灵 这个物质界的 非物质界的 第三度空间内的 还是第四度空间外的 都是付足的 但是的确 我们教会的族群 其实就是20到40 特别这些新鲜人 还在打拼的 单身的 还在累积自己的 这些工作的能力啊 经验啊 产业的 真的在感受上 或者在实际生活 消费支出上 有时候我们真的蛮觉得 捉襟见肘的 特别已婚的 家庭的 生儿育女的 我自己在爱恩教会 负责牧养 夫妻的牧区 其实我们真的 嘴巴没有说出来 可是我们心里常常觉得 生活上蛮捉襟见肘的 就算不是联合国定义的贫穷 可是我们真的在心里面 觉得好穷 怎么我都不行 这样吃 这样喝 这样花费 这样用钱 我为什么不能 有这样的一个自由度 过这样的一个生活 我知道大家要的 也不是真正的大富大贵 每年都要赚他个几个亿 然后在信义区 都要有个100平 200平的 这些豪宅 我真的知道大家要的 也不是这样 没有那么贪心啊 但事实上这是我们真正 我们必须面对的 在心态 生活很实际面上的 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 好穷喔 捉襟见肘 我在这边去告诉你 这种贫穷的心态 或者在我们信仰里 讲到贫穷的灵 其实这是一种 魔鬼透过一个谎言 试图要牢笼我们 我们必须要破除这种谎言 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才能真正在真理里得自由 我们才不会被马门的灵 被金钱 甚至是背后那种贪婪所捆绑 事实上不管 没有根据联合国的定义 我们真的不是贫穷的 我们有食物 我们有干净的饮用水 我们有地方住 我们能够交通的通勤 我们有医生 有医疗 有健保 我们人人有受教律的权益 被中华民国的法律保护 我们可以有手机通讯 我们真的不穷 我们真的是在保倒台湾 这块土地上 不论怎么样 如果我们用智慧聪明 去好好经营我们的生活 管理我们的财务跟金钱 我不觉得我们会在一个 很困难受限的状态里 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自己的心态 限制我们自己 甚至我们自己一种贫穷的灵 贫穷的心态 在控告着我们的自己 在台湾 贫穷不是绝对的 它是一个相对 是一个比较的概念 我们为什么觉得穷 因为我就是一直在拿大陆机 我的手机 只是从小米换到华为 再换到Oppo 我就是不像别人iPhone 就是5 6 7 8 9 10 11 12 13 还没到13 我不知道出到第几代 应该要出第十代是不是 还是第几代 我真的没有用iPhone 你的穷就是 我就只能拿大陆机吗 还是因为我有一个意识形态 我就只能拿华硕品质 坚落磐石吗 一摔萤幕就裂了 就是一种比较出来的 别人就是开宾室 开进口车 开德国车 我就是只能用APP 去找我的go share 对不对 今天到一个地方 居然还找不到 步行15分钟 可能 别人就是每天在打卡 他就是米其林 三星二星一星都在吃 对不对 我们就是只能卤肉饭 再加一颗卤蛋 有时候还可以再配一碗贡完汤 我也过过这样的生活 你知道我那时候刚出来服事主的时候 我就只能这样吃饭 你知道我那时候心里的愿望是什么吗 我就说有一天我一定要再来吃这个卤肉饭 然后我就是他差的 我还要点很多小菜 我就是还要烫心菜 还要干练 我还要叫汤 你知道我那时候 我的生活 我觉得我的小却心跟满足就是这样 因为我的生活 我的薪水就是只能让我卤肉饭加蛋 我就是只能蛋花汤 我没有办法喝干练汤 我没有办法喝大肠汤 因为那比较贵 我那时候的心愿就是这样 我就说等我工作状况 让财务状况更好的时候 我要点满一桌小菜 当然这个贫穷限制我们的想象 我发现贫穷真的限制我的想象 现在很多弟兄姐妹很爱传道人 有一次带我去一个非常高级的 这个信义区高楼层的一个 超级高级的牛排管子 在那个餐厅里 可是我在切牛排的时候 真的蛮忐忑不安的 因为这个弟兄跟我讲了 他生命的难处 我真的食不吃味 我觉得我到底是在辅导你 还是在吃饭 我有一个怪癖 我喜欢吃饭的时候 就要很专注在食物上 不管它是一碗好吃的乳肉饭 还是一个心急的一个牛排 其实无关乎价格跟价钱 我就觉得我很喜欢 专注在食物上很享受 我居然去夜市 我也是一样吃小吃店 我就是要吃那个 有一次我又跟松牧师聊到 题外话 我说牧师我有个毛病 我吃便当我一定要吃热的 我没有办法忍受那个便当摆在那边凉掉 松牧师就跟我说 大鹏啊 你这样怎么做一个传主道的工人 他就跟我说 他小的时候家里面都吃冷饭 松牧师说 因为他小时候家里的环境就是很困难 所以他很习惯在一个成长的背景里 每个人成长的背景也不同 可能都对钱啊 对财物啊 对物质的需求 甚至享受 我们都有一个不同的level跟期待 但是我必须说了 你在活在台湾这块土地上 我们真的没有那么穷 有很多的机制 然后我觉得也关乎我们自己 有没有在这当中努力 去突破一些财务上的限制 那接下来我想谈一谈 为什么我们还是在心态里面 我们就是觉得穷啊 捉襟见肘啊 就是很多的限制啊 我自己提出我自己的观察 三个点 第一个是欲望 我自己读商学院 我们这个经济学原理第一堂课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就说了 这个地球的资源有限 但人类的欲望无穷啊 无穷无尽一直到宇宙的边界 我们的欲望就是像个无底洞一样 你的薪水 你的财务的状态 到了这个level 你就想过那个level生活 你就发现你的花费 你的开支 奇怪耶 没有在原来的level 它又自己提升 而且它的提升的这个速度跟高度 又超过你的薪资水平 所以我听到很多这些财务上面状态不错的 或者一些比较职场的精英啊 高阶的经理人 他们很奇怪喔 他们换了房 换了车 但他们跟我分享到 他们还是觉得很穷耶 奇怪 那个钱总是用不够耶 欲望耶 还是一直不断地被喂养 还是养大 第二个 为什么我们觉得穷 商人啊 资本主义跟消费主义一结合 商人无所不用其极 他们是财狼虎豹 你知不知道 我们这些消费者就等着被他们吞吃啊 无所不用其极 我记得我在大三的那一年 我们有一门必修课一定要学 我是学气管 那时候我们在行销的领域的必修课 有几门课一定要学 消费者行为学 这一颗是必修 行销心理学 这一颗是必修 你知道这些商人 他们背后都有那些心理学的机制 还有他们的手法 他们是财狼虎豹啊 无所不用其极吞吃我们啊 你的那种心理学的机制 都被他们计算过 他们都知道这个商品的陈列 这个行销的这个画素 然后这个橱窗的这个设计 然后这个动线 你走进去Zara 你走进去H&M 然后呢 他的这个折扣的数字 这些标语 怎么下标 这些在网络的商城 或这些电商 他们怎么做 你就会觉得 这个手很痒 很想点下去 这个心很痒 你就觉得 好像这个时候没有给他买下去 你就永远亏欠你的一辈子了 永远亏欠你的人生了 永远亏欠你自己了 你就觉得 这个笨蛋才不是在这个时候买下去 他们都财狼虎豹 他们很会操作操弄操控你 商人无所不用其极啊 我们都是被吞吃的对象 第三 社群网络强化那种比较 之前我们也提到那种攀比的那种心态 他就 每天的FB 每天的IG 你看到就是分享的照片 他们就笑得很灿烂啊 他们就是每天都在网美自拍啊 就是那个生活的那种level 那种体验 那种quality 哇 美食 美景 旅游 打卡 开箱 这个餐厅 那个餐厅 A B C D F G到 Z 噢塞 别人的生活都是很精彩 别人的家庭都是很和乐 别人的工作都好轻松 别人的东西都好好吃 亲爱的 当你在看别人的一切的时候 不要被这些照片 这些打卡 这些字句 蒙骗啊 其实大部分人我知道 我们不是要炫耀 我们只是想把自己生活 最美好的那个moment 做些记录嘛 对不对 这无可厚非啊 我没有要让你跟我比较啊 我也没有要跟你炫耀啊 其实大部分人生活都有很多的酸甜苦辣啦 我们都想把最好的一面呈现嘛 我们也想把生命最美丽的一刻有一些记录啊 我在打小孩的时候 我小孩被我打到 有一次 他脸上居然有一个我的掌印 他明天居然带着那个掌印去上学 我超怕 学校联络什么社会局的 我会在Facebook拍张照片跟你分享我的家庭 我的家庭真可爱 美满幸福又和乐安康嘛 我打小孩的时候不会让你看到啊 对不对 我每天很急着在赶着吃便当 工作在忙碌的时候 不会让你看到啊 对不对 有弟兄姐妹请我去好的餐厅 牧师打个卡 嘿嘿 牧师都在吃好的 弟兄姐妹都很不开心 我们有时候聚会前 我们的便当 我们的同工 聚会十点了才开始吃饭 我会打卡让你看见吗 亲爱的 大家都有生活难处啊 你不要被这些社群网络的这些打卡 这些照片 这些分享去做比较好吗 我们过好我们自己的生活啊 你知道没有基督 没有福音 没有神的拯救 我们的生命都是修徒修出来的 美机美出来的 打卡打出来的 上传传出来的 Facebook飞出来的 IGG出来的 你听懂吗 没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拯救我们 你的人生是虚假的 你IGG出来的 Facebook不出来的 打卡打出来的 上传传出来的 没有用啊 那有什么意义 亲爱的 我们不要觉得贫穷 那我要给你一些 处方签 首先管理你的欲望 管理你的欲望 分清楚什么是想要跟需要好吗 你去上网Google 想要控一格需要 无数的文章 他们会教你 实际的一些手法 我今天没有时间教这些 大概讲一下 譬如列出什么购买清单 很精准的去购物 你进到卖场 你就是精准购物 拿来这些闪人 不要去看那些标语 不要去看那些折扣 不要去看那些术室 不要去看那些橱窗的橙色跟百列 闪人 进去了 快 很准 列出清单 这是一招 管理你的欲望 想要跟需要 72小时 你近期 你很想买一个东西 像我前一阵子会觉得 我好想买一双全白的鞋子 我看到我们的鼓手 弟兄穿了一双全白的鞋子 我觉得我好需要 按教会 这个黑色系的教会 非常需要有一位牧师 穿着他全白的一个皮面的 一个休闲鞋 在上面讲道 我觉得我好想要 72小时 忍近期 这非常多有用 我自己常用这一招 我会去逛鞋店 然后我到爱丽达 我看到他的折扣 最后我看到他的价钱 我就回家 我会用一个 我会用一个超过72小时 我想好久 然后我又走回去 过了三天 我又走回去 最后我放弃了 爱恩教会的牧师 不需要一双白色的鞋子 我们有黑色的鞋子就够了 阿们 阿们 72小时黄金冷静期 不要马上的就下手 然后最后 给你一个小Payball 拒绝一切行销的手法 管你是Seven还是全联 还是家乐福 还是Whatever 真正的这些管理欲望的专家 分清想要跟需要的专家 他们都会告诉你 不要几点 跟你旁边的说 不要几点 讲三次 不要几点 几点就让你不断的买 不断的买 不断的买 最后换到的也不见得是你的需要 甚至不是你的想要 我要从圣经的角度来谈一谈 怎么叫管理欲望 刚才讲的是一些你上网都可以Google到的一些资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 你搭着一个廉价航空 背着一个非常轻松的一个行囊 你知道廉价航空都有这个载重的一个限制 可能行李只有7公斤 甚至都还要加钱的 你不能拖运的 你就只能有一个背包一个行囊 然后你去做一个旅游 我讲的不是那种三天两夜的 你maybe可能要出去甚至一个月 到一个比较远的一个地方 而且那个地方可能不是那么便利 你不是去日本跟台北市一样 到处都有便利商店 你可能到南美洲 一个比较远 比较在物质条件上比较不方便的 甚至到非洲 甚至到亚洲一些相对生活条件 不是那么便利跟舒适的环境里 搭着你的廉价航空 带着你的一身轻便的行囊 然后有一个长期的一个旅游 亲爱的我问你 不管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你能够去想象吗 你会带着什么 你一定会 很好的做一个安排 一个计划 然后一个取舍 对不对 你一定不会带一大堆 我要带我的这个 这个Sony A7S 然后已经是三代四代 我要带上我的这个大炮的镜头 我要在那里拍摄美景 到非洲的吉利马杂罗火山 我要拍摄 你光摄影器才可能就八公斤了 带上你的脚架 带上你的GoPro 带上你的什么一切 不会嘛 你可能觉得一只手机就可以做一些记录了嘛 一切都是最简单 最轻便的一个轻松的一个行囊 你的衣服 maybe你不会带一大堆嘛 你又不是商务 不会带上你的西装外套嘛 拳套 领带 皮鞋 不会嘛 对不对 你甚至就一双鞋 一双两鞋 可以走遍的 甚至你不会换穿嘛 你的鞋子 你的衣服 maybe就两三套 然后甚至自己手洗嘛 最最最简单 轻便的一种行囊的一个方式 别的前十二章十一节 对大家听 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是客旅 是寄居 劝你们要进阶肉体的私欲 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 与灵魂征战的那个私欲 需要被境界 需要被好好的管理的 亲爱的 你今天在这世界上 神带领我们 就是一身情囊啊 你就是客旅 你就是寄居的 你去到那边 可能就只有Airbnb 而且在那个条件 不是很好的Airbnb 不是五星集饭店 你带着一身最简便的行囊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提摩太前书这边说到 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 也不能带什么离开 有依有食就当知足 管理欲望就是分清想要跟需要 这是合乎圣经的法则的 上帝只要我们去管理我们所需要的 你有依有食就当知足 你不用跟随潮流 你不用跟随商人创造的潮流 我不是说你要很丑 你要很蠢 你要穿得很呆 你要很不得体 不是那个意思 阿恩教会是一个非常Fashion Creative 时尚的教会 大宝牧师也尽量的跟随在Fashion的潮流里 其实我也是蛮捉襟见肘的 如果弟兄要子民奉献我的制装费 牧师非常的感谢你 但是我们也是用很 上帝给我们创意嘛 对不对 想方设法嘛 我们还是能够整整齐齐 Acceptable 可接受 而且我觉得还蛮帅气的方式 跟大家有一个呈现嘛 对不对 但是不要让欲望控制了你 想要跟需要分清 然后你就是带着你的轻便的行囊 走这个人生的旅程 祝上帝给你预备的每一个LB&B 当然像上帝为你旅程安排的每一个廉价航空 我必须说是廉价航空 因为它永远不是你所预期的 它永远不是你打一个指头 头等舱 然后空姐就会开始为你serve的 绝对不是嘛 对不对 我们就是自己想办法嘛 管理你的欲望好吗 不要比较 我们说社群的网络会让我们有比较 从圣经的真理我要教导 弟兄姐妹们不要比较 神对我们的生命有美好的计划 对他有他的计划 对你有你的计划 对我有我的计划 就在约翰福音那边的时候 最后约翰问耶稣说 主啊你对他有什么计划 耶稣说管好你自己约翰 你自己回去翻圣经 我用把他的白话讲出来 约翰说主啊 你会怎么用彼得啊 彼得说不关 耶稣说不关你的事 管好你自己 每个人用每个人 上帝给我们的命定 跟生命美好安排 管好你自己 走在上帝给你的命定里面 那就是最美好最幸福的 这边 经文这里说到 我未将你照在母腹当中 我已经晓得你 你未出母胎 我已经分别你为圣 我已经派你做列国先知了 你知道我们还在妈妈的肚子里 这个生命还要孕育的时候 神就已经看见你了 神就已经预备你了 神就为你的生命有美好的计划跟安排了 你要相信神的带领 而不是去跟别人比较 这个图 这个人我想大家不会陌生 立刻胡哲 世界有名的一个演讲者 一个作家 一个生命的一个激励奋心家 一个在主里福音的步道家 你知道他的场子 随随便便都是几万人的一个场子 上一次来台湾的时候 也是在南港产兰馆 人家随随便便都几万人的场子 牧师在这里服侍二十年了 我还没站过千人的场子 我们好手好脚的 立刻胡哲一出生 就天生的四肢结断症 这是一个病 他天生就这样 脚没有办法 他天生就这样 在他成长的过程里 无数次 你去看他的自传 无数次他都想自杀 没有人接纳他 他就是个怪胎 他不是怪胎 他是怪物 就是在学校被霸凌 无数次他想自杀 直到主拯救了他的生命 直到他在主里面 在基督里面 他catch到主你给我的命定 当他踏入那个命定的时候 他生命开始改变 一切都翻转都改变了 你能够想象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如果要比较你跟他比 我们好手好脚的 有一天我也要站在一个场子 至少要牵人吧 奉主的名 立刻胡哲二做得到的 靠着主的恩典 为何我们不行 特别单身的弟兄姐妹 加油 如果你渴望幸福美满婚姻 这是你的生命意向 跟愿景的话 努力啊 把你自己提升起来 立刻胡哲 亲爱的 你看看他的家庭多美满 你看看他的太太 是不是在主里面宝贝的公主 各个条件都非常的好 他愿意跟随这样的男人 你看他的家庭 四个孩子 还有双胞胎 神在我们生命里有美好的计划 不要去比较 你要去走神给你的命定 你要面对神 而不是在Facebook上看别人 你要面对神问上帝 你给我的带领是什么 谦卑不自卑 看见人家生命的美好 这边说到腓立比书 纯心谦卑 看别人比自己强 看别人比自己强 不是看自己比别人弱 你看到保罗的潜持用句很厉害 看别人比自己强 不是看自己比别人弱 你说牧师啊 这不是一模一样吗 换句话说吗 我跟你讲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看别人比自己强 焦点在别人 你看见别人生命中的美好 你为他感恩 你为他赞赏 你说你好棒棒 你好棒棒 看别人比自己强 你看见别人生命的美好 看自己比别人弱 是不一样的哦 看自己比别人弱 焦点在自己 你就是每天在那边自怨自爱 我好差 我好烂 我好弱 我做不到 我好羡慕 为什么我不是像他一样 你的焦点都在自己 破除 破除 奉主的名 你不要在焦点 在自己那边一直打转 好不好 第三 感恩的心 凡事谢恩 这个铁撒罗印加前书五章教导我们凡事谢恩 这是神 在基督耶稣里 向我们所定的旨意 每一件事凡事就谢恩 牧师鼓励你 每天十件事 好不好 不要多十件事 一定可以用心想 十件事 每天十件事 你说主我感谢你 我今天在那边讲道很棒啊 我就可以无限的感恩啊 今天我赶来这边的路程下雨耶 感谢主 我有记得戴鞋套 虽然我骑的是一个超过十年的Auto bike 你知道骑车下雨整个水流到你的鞋子里那种感觉 因为我今天出门的时候 我家那边还没有什么雨室 我把鞋套套起来 我骑到新西区的时候开始下大雨 我边骑车我好感恩主啊 水没有流进我的鞋子那个冰凉的感觉 感谢主 我的脚暖暖的 我真的呢 我在骑车路上我觉得好开心哦 然后我觉得主啊 我在这个教会服饰好棒 我好喜欢安恩教会 我好喜欢主赐给我们的骑机馆 我每一次看到这里的一切装修设备 我曾经参与过了里面的一点一滴 我每一次聚会我都觉得好感恩哦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要躲在荧幕的后面 来到现场的聚会 现场聚会的恩高超级的棒 那个氛围 来感受主的同在 我每一次觉得我都很感恩 特别我一想到六月以前疫情的那个阶段 我又觉得主啊 我们能够在这里实体去感受主 你给我们的这一切 我觉得很感恩 我觉得不知道哪一天 说不定这些又不再那么方便了 甚至我们没有办法了 每天又要在手机前面聚会了 很多啦 我对不起我没有时间 我不是说我只不出十样 我自己随随便便列超过十样 一定有的 凡是先好不好 凡是先 所以你不穷跟你旁边的说 你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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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是他差的不穷 好 接下来第二个目是要深论的 你很穷 你真的是给他穷到脱裤子了 你这个贫穷的灵 充满在你的心里 你这个穷人 在主里 你真的很穷 为什么 你穷到只剩肉眼可见的物质跟享受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是神国的儿女 我们是耶稣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主里的家人朋友 你不能活在那个贫穷里面 那个贫穷是 你只活在你的肉眼可见的物质的享受的世界里面 你没有一个盼望的超越的 属天的得胜的信心的眼光 去看见神把你带进的生命的富足 你又要说阿牧师又要来那一套了 属天富足 当我们见耶稣的那一面的时候 我们在黄金街碧玉城 启示录讲的与耶稣一同做王的荣耀 No 我要奉主的名祝福你 你今生今世 你此时此刻 你right now 你this moment 在这个inspiring moment 你就要领受这个富足的很高 你的身心灵都强健富足起来 灵力富足 身体健壮 心理也富足 财务也富足 工作的状态也提升 进入卓越 这是我们要带领的 我们要祝福的教会 你要起来 我奉主的名 兴起你 兴起你 你不能只是穷到 只剩肉眼可见的这些物质享受而已 这边 提问在前书六章六节 敬钱加上知足的心 便是大力 因为我们没带什么来 也没带什么人去 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 这边讲到那种贪婪 你就陷在迷惑 落在网罗 和无知有害的私欲里面 他败坏你 他使你灭亡 贪财是万恶之根 有人贪恋钱财 就被引诱离开了真道 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我想请大家看一下这个经文 特别它的英文 NLT的翻译的版本 敬钱的心 将知足便是大力了 yet true godliness with contentment is itself great wealth is itself great wealth 他自己就是最大的一个财富了 如果你敬畏上帝 如果你带着一个喜乐满足的心 敬畏上帝而活 分清楚想要 分清楚需要 在这个需要里面 很满足 然后敬畏上帝 敬拜上帝 跟随耶稣 服侍神 那就是 great wealth is itself 就是说他自己 他本质上 他就是最大的一个神 要祝福我们的财富 这很吊诡 但这是一个powerful 奇妙的一个真理 等一下我要继续说这个部分 那反面的是什么呢 反面的是你追逐财富 这里说追逐是带着一个贪婪 一个贪 这不是说你不要寄望工作上的升迁 或者你的待遇 或者你每次换工作的package可以更好 不是说你不要寄望这些 过着一个两袖清风 一个修炼成仙的一个日子 不是这个意思 他的强调是那些都很好 因为神要祝福我们 但你不要让自己陷入到贪欲 贪心 贪婪的状态 这个东西很微妙 愿圣灵光照我们 让我们能以分辨 因为你进到那种贪婪的那种境界里面的时候 很可怕 你追求的不是财富 你追求的是死亡 他会追上你 他会吞吃你 你会死在那个里面 死入一条 你先会迷惑 然后网罗就是陷阱的意思 原文就是陷阱 陷阱就会抓住你 然后那些有害的欲望 我们说人类欲望无穷 欲望可以是正面的 推动你 提升你 不断的进步 欲望也有有害的 被魔鬼利用的 来抓住你的 你在那个欲望里 你走不出来 结果就是愁苦 败坏 死亡 经文告诉我们的是这样 愿主光照们 你到底是贪婪 贪 还是你愿意在主里知足 只是要一个追求卓越 而愿意把自己献上这一切给主用 主所给的 我满足 我愿意给主用 心态上是不一样的 我进一步的讲 什么叫做真正的追求富足 真正的富足不是拥有多少 而是能够付出的 这句话我想大家不是没有听过 它是我的一个座右铭 也是我的一个认定 在信心里的认定 真正的富足不是在乎你拥有多少 而是你能够付出多少 刚刚我们说到 敬前的心加上知足就是大力 所以真正的富足有几个元素 敬畏神的心 以神所给你的为足 第三个元素就在提摩太前书 同样六章这里所讲的 主妇那些金氏富足的人 金文说的 金氏富足的人指谁呢 不是每年都赚几个亿的 金氏富足的人就是台湾人 不好意思 就是你 你如果不是台湾人 我还可以考量一下 台湾人 台北人 刚刚我们说过嘛 我们是有钱人啊 你不是每天生活低于1.9美元的 贫穷人 你是有钱人 我们就是金氏富足的人 不要自高 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 Unreliable 钱财有脚 他会跑 你抓不住的 你每天在追逐这件事情 就陷入在网罗里 刚刚讲到的 他不可靠 而且你追不到 那倚靠什么 你说牧师 倚靠那后赐百物 给我们享受的上帝 这里讲到上帝 祂愿意 后赐 你知道赐予就是一个愿意 上帝乐意赐予我们 百物 就是丰富 上帝的赐予不是一滴点的 是很丰富 超过所求所想的 后赐百物 给我们享受的上帝 这是上帝的喜悦 当上帝给你了一切 你enjoy在那当中的时候 不要有罪恶感 那是上帝要给我们享受的 但是你要艰辛的来依靠主 然后提摩太前书 提摩太这边 保罗在这边 祖父教会行善 好事上富足 甘心施舍 乐意给予人 就基成了美好的根基 所以这个富足 除了在前书六章 我们刚刚读的那个前段 敬前的心加上大力 这个富足 它还是一种给予 当你给予的时候 又是真正的富足 热意施舍 在好事上 你就开始富足起来 这很奇妙 你的生命会开始丰富起来 这个生命是灵魂体 这个生命是物质跟非物质 这个富质生命是 今生也到永恒的富足 我相信神会全方位的祝福我们 你的工作 你的事业 你的财务的状况 还有你的灵命 还有你在永恒里的盼望 因为这边 提摩太前书说到 基成了美好的根基 在第十九节 预备将来 预备永恒 叫我们持定那种真正的生命 True life 真正的生命 This is living 这是真正的活着 我们太多的人没有真正的活着 愿主祝福我们 你不贫穷 靠着主的恩典 管理你的欲望 不要去比较 在基督耶稣里满足知足喜乐 并且成为一个像基督一样 舍命舍己 供应给出去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就住在 就活在主所赐福的富足里面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谢谢你 与我们同在 谢谢你爱我们 主啊 在今天的信息里 再一次眺望我们 对你的一个信靠 主啊 我们在你那个信靠里面 我们相信 我们不是贫穷的 愿那些贫穷的灵 牢笼我们的 奉耶稣名都拆毁 愿那些贪婪的 这些马门的 追逐金钱的灵 奉耶稣名都拆毁 主我们在你里面 有一个全新的看见 我们依靠你 我们就能以突破 不管在工作 在事业 在财务面上面 我们能以突破 我们能以累积 更重要是主 我们在信心里面 我们信靠你带领我们的 生命的旅程 主啊 虽然我们现在在一些状态里 也许觉得 捉襟见走 也许觉得有一些受限 但我们在依靠主的信心里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 谢谢你耶稣 愿你亲自的赐福带领我们 我们要一起来剥饼 亲爱的教会弟兄姐妹 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耶稣拿起饼来 耶稣就把它注谢了 耶稣就把它剥开了 耶稣说这个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得 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耶稣照拿起杯来 耶稣把它注谢 耶稣说这个杯 是我与你立约的宝雪 在这个饼和杯里面 主耶稣跟我们有一个约定 祂说祂所破碎的一切 是为了成全我们 在祂里面完满的 完整的 甚至完美的 你知道一个生命境界的 一个完美完善完全完美 是在基督耶稣里 被祂成全的吗 很多时候我们靠着自己 想要去追逐财富 追逐功名利路 追逐自我的提升 想要被看见 有些人想要有钱 不只是想要有一些物质的享受 它也牵涉到很多心理层面的 我们也希望被人肯定 被人认同 可是你跟在那个里面的追逐 很容易偏差 欲望不断的在试探挑战着我们 我们容易走歪 但什么时候我们在主里面 敬虔的心 敬畏的心 加上主所赐的一切 你感到心满意足的时候 那就是真正的 Great Wealth 神要赐福我们的生命的一个 一个圆满 一个富足 耶稣所破碎的 就是为了成全我们生命的完整 跟圆满 跟富足 因为我们一起领受这饼的时候 在信心里面跟随基督 耶稣的宝血涂抹我们一切的罪恶 过犯 软弱 羞愧 你生命的一切的咒诅 主都在祂的宝血里 涂抹跟破碎 破除了 你也许生长的背景不好 条件不好 机运 机会都不好 你也许总有一种 怨天游人在你的里面 你也许觉得自己不被赏识 你也许觉得大环境 好像一直跟你在对抗 你也许在很多的比较里面 很羡慕某一些人的状态 我奉耶稣的名宣告祂的宝血 涂抹你生命里面 那一切自我的控告 魔鬼的控告 我奉耶稣的名宣告祂宝血的大能 也破除你生命里一切的咒诅 你的家世的 你的背景 你过去的一切的经历 或者那些鸟人鸟事 那些你觉得限制你的 捆绑你的 我奉耶稣的名在祂宝血的大能里 破除这一切 你要有一个得胜者的心态 你要有一个在基督耶稣里 刚强站立卓越的一个心态 靠着主的恩典 一切都能以突破 能以跨越 能以提升 能以得胜 奉耶稣的名在饼与杯的祝福里面 主啊我们领受的时候 祢就在我们生命里带下突破 我们用信心 好不好 教会 我们一起来吃这饼 喝这杯 我们一起来吃 主耶稣感谢你为我们舍下的一切 这不是一个仪式 这不是一个记号而已 这不是一个安教会 每周例行性的 好我们就要做这个 这个饼与杯 带出我们生命的突破 带出你自己的破碎 成全我们生命里面的得胜 带出我们在宝血大能里面 拒绝魔鬼的控告 跟一切生命的咒诅 谢谢耶稣 赞美你耶稣 接下来我们要收取奉献 亲爱的教会请你来到主的面前 在这个直播画面里 或者有这个连结里 有这些你可以一起来点击的 请你透过这个奉献的连结 或者QR Code 来到主的面前 虽然是一个网路上的 好像不是很有感觉的 但要不要把你自己献给主 每次奉献 它不只是一个财务上的一个运作 每次我们 你知道现在用手机 不管要转账 行动支付非常方便 现场还比较有feel 比较有感觉 丢进去 不管whatever的感觉 你的feeling 你的feel 你要用一个最敬畏的心 来到主的面前 你说主我把自己献给你 也许你是看直播的弟兄姐妹 其实一切教会的聚会 我们在传递主 不需要任何付费的 救赎的恩典 但在这一切的传递的 美好的聚会的 氛围的 我们所创造 所create 所arrange 所安排的这一切 是很多的人力 物力 心力 因为我们爱主 因为我们爱教会 因为我们爱你们 我们希望让你们 在最美好的一个 一个inspiring moment里 可以遇见耶稣 所以我们做这些 人家可能觉得 爱人家会哗众取宠 但我们在里面服侍的 每一个服侍者 我们都知道 我们尽心竭力 兢兢业业 精准的 做到完美 只是为了呈现主的 美丽跟荣耀 而这一切是许多的心力 人力物力的头目 弟兄姐妹 你只是来聚会 弟兄姐妹 线上的线下的 我都邀请你 透过金钱的奉献 一起来支持教会 我们的网路的宣教 我们的福音的意向 我们需要你 你的每一块钱 都在神国的侍奉里面 有无限美好的价值 牧师在这里鼓励你 把你的生命 把你的财物 把你的金钱 投资在永恒里 这不是我对你的话术 这是我很真心诚恳的呼吁 我在很年轻的时候 我的辅导哥哥姐姐们 都是这样教导我们的 鼓励我们的 我们在很年轻做学生的时候 我们就在做十一的奉剑 我们认真的 我们很爱耶稣的 鼓励你爱教会 鼓励你爱神的国的 侍奉的头颅 不要做一个抠门的人 你那么抠门 主的祝福下不来 牧师是在呼吁你 我不是在威胁你 把自己摆上 把你的十一位主献上 谢谢你耶稣 主我们来到你面前 不管我们今天是 行动支付的 是转账的 是手机的 是ATM的 还是whatever方式 还是我们下个礼拜我们才要来 我们丢奉献 我们才有feel 没有关系 主啊我们在这里说 我们把自己献给你 谢谢你爱我们 我们生命里的一切 都是你的赐福 主啊 十分之十都是你的 你说 愿意让我们保留十分之九 我们满心感恩 满心感谢 谢谢主在我们生命里 赐下的一切丰盛 主我们愿意把十分之一摆放在你的面前 我们奉主耶稣你自己的名 我们要宣告 这个十一在神的国度里 带出三十六十一百倍的果效 主啊那有福音爆炸力的果效 我们要为你得人 我们要为你建造门徒 我们要为你兴起教会 我们要为你扩展神国 愿主你亲自的使用在这个当中 谢谢耶稣赞美你耶稣 谢谢你亲爱的教会 我相信你在牧师的呼吁跟祷告里面 你是愿意服侍的 你是愿意奉献的 你是愿意把你自己摆上的 好不好教会 让我们一起跟随耶稣 让我们一起在这个财物金钱的这个祝福里面 一起来领受应许 在接下来的好几周 我们还有相关的这些分享 我们会告诉你你不贫穷 那真正的属灵的生命的永恒的富足 怎么去积累怎么去建造怎么去领受 我们也会跟各位分享 如果贫穷不能限制我的想象 我要怎么样进到那个突破跟得胜利 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十月份 属天属地财物丰盛的这个祝福里面 我们一起有所突破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耶稣谢谢你 在今天的话语里面 你亲自的鼓舞激励了我们 愿这些话语都成为活泼的Rema 进到我们里面 眺望出一个属天的信心 不论我们在怎么样的景况 财务工作或生命的状态里 我们都一无所拒 我们都宣告 我们是耶稣亚 你所兴起的领袖 我们要勇敢的领导 在自我的生命里 在你托付我们的产业里 我们要勇往直前 进到运许地 领受流难于命的祝福 谢谢你耶稣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常与祂自己的教会同在 从今时之道永永远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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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最大掌声归给耶稣 谢谢耶稣 赞美耶稣 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 神与我们同在 拜拜